他们是不是想让皇上留骂名与千秋万代 独你一人是忠臣良臣贤臣 我只是直臣 无辅无君的实臣 将司礼监首席丙比太监石公公完办以后 海瑞闭上眼等待第二位挑战者 许久以后一位身着黑袍 带着强大气场的人出现了 从来没见过 海瑞当然不认识 这个人就是他在奏书里痛斥奏剑的当今皇上 君临天下四十五年却二十多年不上朝的家境帝 又静默了一会儿 家境帝开口了 那么多人审你 量你也不会心服口服 皇上叫我事先将这些人搏你的话 都告诉你 隐藏了身份 明确了目的 家境皇帝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和海瑞站在同一高度平等对话 公平对决 站在上帝视角 真想告诫家境帝一生 你马上就会后悔了 海瑞端坐 慢声回话 既然有旨意 该回的话我都会回 这句话说明海瑞已经对这个黑衣人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刚刚对付了斯里坚首席秉比太监 第二波挑战的人物 必定高于石公公的官职和地位 此时此刻海瑞对这位身形高寿 长眉长虚的人 有一种说不出的预感 所以海瑞紧接着有了这样一句 大人能否告诉我你在哪个衙门认知 试探身份 这是海瑞接下来给出回话的基础 家境皇帝当然不会给予明确回应 万一海瑞对神附身 当面叫骂 家境皇帝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更重要的是 如果明确了身份 海瑞的回话会不会有所顾虑 家境皇帝还会不会得到想要的真心 所以家境皇帝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只是轻蔑地给出了回应 和你一样 在大明朝任职 你只管回话 再次明确了这次对话的平等关系 公平对决 目的只有一个 让海瑞敞开了说 放开了谈 家境皇帝只想知道 海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妖怪 海瑞释然 见对方不愿谅明身份 自己也不必顾虑 已经准备好接招 那就请问吧 海瑞在其上乘的治安书中 曾大断陈述了汉文帝的执政优弊 却最终给予了三代后称贤军的至高评价 也就是说海瑞会如何回答 家境皇帝心中非常清楚 他之所以有此疑问 目的在于让其重审答案 然后立即予以驳斥 这就好像两个人吵架 对方说错了话 你就赶紧抓住这个关键点再予以重复 以便于针对性进攻 只是家境皇帝低估了海瑞的战斗力 海瑞直接回应 当首推汉文帝 家境皇帝想要的答案有了 赶紧给予针对性进攻 文帝之前文景之志 后世莫不诵之 你却在给皇上的奏书里 引用狂生假义之言 求全苛责 借贬义汉文帝 以贬义当今圣上 如此先军上辈如此攻击 你心目中的贤明之君 是谁 家境皇帝的语言逻辑非常清晰 既然汉文帝是三代后称贤君者 你为何还如此丧心病狂的攻击 明知当今皇上最推崇汉文帝 你为了攻击皇上竟然颠倒黑白 故意攻击汉文帝 按照你的逻辑 千百年来还有贤君吗 上来就给海瑞安上了罪名 求全苛责 贬义圣上 这说明对面这位爷 压根就没看懂海瑞的奏书 既然如此 海瑞也不愿继续搭理 给出了为了回话而回话的答案 遥顺与汤 你不是问我心目中的贤民之君吗 答案给你了 家境皇帝一听 你这不是耍赖吗 这个问题是有前提条件的 李清元问的是三代以下 陈的奏书里已经说了 三代以下 汉文帝堪称贤君 你不是问我三代以下可称贤君者吗 答案给你了 一场对话一旦陷入车轱路的循环中 这场对话就失去了意义 海瑞有的是时间 他现在就只剩下一项工作 受审 回话 但嘉境皇帝的时间可不多了 而且他还是被骂的一方 心中自然比海瑞更急性 所以嘉境皇帝只能先退一步 及时终止海瑞明显在敷衍自己的车轱路话 你小子玩我呢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攻击自己认定的贤君 是不是就为了攻击当今皇上 才在汉文帝身上吹毛求疵 求全苛责 嘉靖皇帝的这话一出 海瑞不说话了 嘉靖皇帝以为胜利的曙光来了 赶紧问道 为什么不回话 此言不值一搏 不值一搏 还是无言回搏 不屑于回答 还是让我搏得无话可说 默认认输 陈的奏书他们没有看懂 他们也看不懂 因此 不值一搏 好大的学问 有值一 你必须回搏 别找那么多理由 不搏就认输 不认输就赶紧搏 好了 海瑞对治安书的终极解释来了 将嘉靖皇帝对到流鼻血的经典桥段来了 汉文帝不尊孔孟 崇尚皇老之道 无为而至 因此 有悠游退训之段 代废正物之弊 但臣 仍任文帝为贤君 因文帝 悠游亲民进民之美 此属恭俭之德 以百姓之心为心 与民修养生息 既知景帝 光大文帝之德 时有文景之志 可是当今皇上 处处自以为效文景之举 二十年不上朝 每期明曰无为而至 修道 设教醒 其实是大兴吐木 舍百官如家奴 视国苦如私产 以一人之心 夺万民之心 无一举 与民修养生息 以致上舍下滩 耗尽民财 天下不治 民生困苦 当今皇上口号喊得镇山响 一切向汉文帝看齐 可只学到了汉文帝的过 甚至还将其过发挥到了极致 但汉文帝身上的优点 当今皇上是啥也没看见 啥也没学会 嘉靖皇帝努力了四十五年 应是将大明王朝治理成了 上舍下滩 耗尽民财 天下不治 民生困苦的雄样 要我直言 以汉文帝之险 悠悠废正之弊 当今皇上 不如汉文帝 远身 当今圣上这个雄样 我不骂他 我还留着他 实话难听 但也是实话 海瑞的这些实话 就像一把把刀子狠狠插到了 嘉靖皇帝的心灵 嘉靖皇帝慌了 坐不住了 海瑞依然大声说道 大明朝涉官吏数万 竟无一人敢对皇上言之 我若不言 惶惶实策 自有后人言之 请大人将我的话 转问李清源 转问那些要驳斥我的百官 他们不言 我独言之 何为映射 我独言之 百官凡尔博之 他们是不是想让皇上 留骂名 与千秋万代 关于隐射的反驳 对不起 我并非隐射皇上 我这是正大光明的 直接开骂 我上书是为了骂醒皇上 避免让其落得后世骂名 朝廷百官却阻止我 如此忠言忠行 他们才是真正的丧心病狂 家境的两眼虚了 手不停地颤抖 许久才挤出一句 独尼一人是忠臣 良臣 贤臣 我只是直臣 无辅无君的实臣 回答的内容暂且不说 这场对话的主动权 又被海瑞掌握了 海瑞开始发挥了 大人 能否将我的话 转奏皇上 说 这段君臣对决中 海瑞到底什么时候 察觉了嘉靖皇帝的身份 就是这个说字 海瑞眼中有了泪 开始了一段君父的经典解释 我四岁便没了父亲 家母守洁 一人将我带大 出尔为官 家母便准准慧之 尔虽无父 既使君路 君及二父 我为人臣 我为臣子 其约无父 君父及父 对我无君无父的评价 请你搅碎了宴回去 其实 岂之若海瑞一人 是君若父 天下苍生 无不是皇上若父 我乃当今皇上 不将百姓视为子民 岐永远当以来 仲永远当以来 从宫立二十四衙门 盼望各级的宦馆 从朝廷到 省府州县 所设官员 无不将百姓视为羽肉 皇上深居喜愿 以亦悬休 已失察民间之疾苦 既十相过 几千万百姓 虽有君而无父 虽有官而如道 既然当今皇上只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君 不让自己成为爱护子民的父 那他凭什么要求我将其视为君父 两经一十三生 皆是饥寒待毙之婴儿 盗阻待隔之鱼肉 君父 知父 天下苍生都成了饥寒待毙之婴儿 盗阻待隔之鱼肉的时候 君父在哪 皇上还有脸要求天下苍生将其视为君父吗 这段话只赤嘉靖皇帝内心 四十五年的执政生涯被剥得干干净净 嘉靖皇帝的脸由白渐渐转红 鼻孔里慢慢流下了鲜血 海瑞大惊 他只想骂醒嘉靖 而不是骂死嘉靖 见此情况 海瑞大呼 来人啊 对不起 没控制好 把皇上对流血了 被送出诏狱的时候 嘉靖皇帝给了海瑞八个字的评价 人送你八个字 无父无君 弃国弃家 弃国弃家 弹心未明 海瑞者得配天地 万古流芳也 知治安疏者 为家境地也 知海瑞者 为家境也 其实海瑞和家境一样 都是孤家寡人而已 对于海瑞 家境皇帝心中有气有恨 但更有敬佩 如此直臣 才是真正的大明神剑